尹熙岳总统与荷兰首相马克·吕特举行首脑会谈 双方商定大幅加强两国经济安全合作 包括建立半导体同盟 这是尹熙岳总统就任以来第四次与吕特会晤 双方发表了进一步增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尹熙岳表示 两国经济合作关系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 将在此基础上携手应对所面临的经济安全危机 共同维护基于规范的国际秩序 联合声明共20条 两国决定大幅扩大在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 包括新建外交工业部长2加2对话机制等 最重要的是声明正式宣布建立半导体同盟 这是两国在与他国的联合声明中 首次明确提出结为半导体同盟 吕特表示 两国将进一步加强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 我认为这是一项充满希望的倡议 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赢 尹熙岳在会谈后出席两国企业家共同举办的商务论坛 强调将不遗余力的支持两国企业间的合作 尹熙岳将于15日启程回国 我认为这种资格是一种资格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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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